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是一个自由的了 就是一个通讯的平台 有高度的限制 比方一个群啊 500人啊 还有这个群组啊 内容要加以审查啊 或者限制啊 就是还有整个中共的限制 整个这个腾讯公司的一些过滤限制 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控制之下 实际上是一个中国 中共一个宣传控制舆论 通知信息的这么一个平台 但是呢 它又是一个假冒商品的平台 正好说明就是中共实际上 这个假冒商品呢 它是不管控的 如果中共想去管控这个假冒商品 就是说来打打击这个假冒和盗版产品的话呢 它是可以做得到的 显然中共不会这样做 不会这样做的话 因为知道它这样会影响它的中国经济 还有一点呢 它这个各地的地方政府啊 他们可能也都反对这样去 去削弱控制这些假冒商品的平台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些各地的这些生产商家 商家电子商务的平台 电商公司这些小企业 微小企业 这些中型企业都会受到影响 这个我们也知道 现在中国这个在中国国内 这个假冒盗版的产品呢 就是到处都是 完全是就是这个造假大国 造假大国呢 就是中共基本上是 中共和各级政府呢 为了保住它的GDP 保护它的一个经济和那个生产 就是以促进它的就业 这种情况呢 基本上对这个呢 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或者跟随就是非常放纵 那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 我想美国已经跟中国交涉了很多次了 显然看来并没有什么 产生什么积极的作用 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 你要追根结底的话呢 这个最大假冒商品平台 的最大的幕后的 默许的一个存现的 默许假冒商品 是因为这些假冒商品的生产和销售 和这些平台背后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都有这个中共官员 中共这个富二代 红二代这些 他们这些人在背后在操纵 因为中国这些 从生产厂家到这个电商 他们如果不依附中共权贵的话呢 他们也存在不下来 所以这个政府的支持呢 是在宏观上 表面上呢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呢 他为了他的GDP 为了他的经济不下滑呢 他也在支持 到个人的层面 在这些公司背后的股东 背后的实际操纵者 或者是这些公司作为中共 红二代啊 他的一个权贵的白手套 来出现这些角度 也有中共的支持 甚至中共呢 我认为这个中共那些 商品检疫啊 或者是城管啊 警察啊 可能都参与了 保护这种这些假冒商品 要不然的话呢 其实如果真正按中国 自己的法律的话呢 像打击这种盗版假冒 那他是完全可以做到 显然呢 没有人去这样做 并且呢 中共还在鼓励这些 假冒伪劣产品的 盗版产品呢 进入其他国家 作为他这个出口 呃 创汇啊 换汇 赚汇 赚外汇的一个 一个渠道 那这样的话 他出口是不是就 就是破坏了国际市场 就是对其他国家 是一个伤害 那国际社会有没有什么 制裁的办法呢 竞争 国际社会 也是很难 我看这个也是很难 就是说 他当然不是 对国际社会 主要是对这个 正品品牌 他那个厂家 对他来说是最大的 一个伤害 因为他这个被盗版了 他的权衣被 被剥夺了 他实际上 对这个正牌 正品的产品呢 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是他们现在看来也很无奈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来已久 所以他 并且那个 就是我认为这种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呢 从了政府外呢 民间也有这个 也有市场 就是他们这个保护不利 或者人们很多人呢 或者穷人的话呢 或者有的人愿意 他知道是假的 他也愿意买 这个呢 在这个发展中国家呢 实际上是蛮普遍 就是说 他也如果有这个市场去 就有人愿意买 那他买不起 这贵的 原版的 他买个假的 可以满足他一些信用心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民众 也没有这种 很强的知识产权意识的话呢 他就会 他就会给这些 制造市场 那这些假冒产品呢 就不会那个消失 那现在美国发布这个报告 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但是好像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就是刚才您说的 这个好像也比较难解决 比较难解决 首先那个就是说 首先呢 这个也禁不了 如果中共就是说 它这政府不完全的就是彻底去 动用政府的力量去打击的话呢 你没办法禁 在于我们说到 刚才说到 这个这些各级政府呢 很多就是这个假冒 伪劣盗版产品的受益者 所以他们也不会进 所以他们也不会进 他们不会进呢 他一方面他也要跟美国 还要虚于尾翼 还要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继续就是说 维持跟美国的关系 现在他基本上就是 出车这么一个情况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好 美国现在只能指出这个问题 但是我相信这个 美国政府的对峙 也是有点束手无策的 嗯 那就让这个事情 就这样发展下去吗 还有这样 假冒产品的泛滥 你可以说这个是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事实上 我跟这个 就是跟这个整个人类 整体的道德下话 都是连在一起的 那当然这个世界上 永远有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 有贫富悬殊的问题 那这个人们呢 永远是有这种 图虚荣 或者图这种 名牌喜爱 名牌这个 这个倾向 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倾向 所以这个问题呢 基本上是无解的 就只有就是说 这个假冒和盗版呢 就是说它有多么泛滥 是这个非常广泛的 非常泛滥成灾呢 还是说那是有少量的激情 像美国也有 这个找这种假的东西 但是很少很少 基本上你说 我们很少就见到 可能在有些 纽约唐人街这个街头 你会看到一些假毛牌的东西 其他的话 美国大部分的事情 都没有这个事情 那就是跟整个社会道德有关 但是我们又不能讲求要求 整个全世界各国 都会保持一个更高的道德水准 那这个是在我们现在 末法末节末世的话呢 这个人一道德下滑的话呢 这可能是确实很难 完全杜绝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在中国 这个政府也参与到里面 对 你现在政府参与的话呢 就是你根本它就是 坚守自盗的话 这个就很难解决 没办法解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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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